今早的AT个股推介 第一个是建议大家留意《长和1号》 简选原因是 每房股市处于低潮 上市公司的价值被低估 而一些业务多元化的上市综合企业 因为业务未全面展现 而价值更容易被严重低估 上市综合企业或他们的母公司 往往趁着低潮私有化 旗下过于低查资产 或找机会按市场合理估值出售部分的旗下资产 从而将相关价值释放 并且提升公司手上的现金水平 提高增加派息和回购能力 《长和》旗下的CK Hutchison Networks 在2020年11月 同意以总代价100亿欧元 向公司Selnex 出售奥地利、丹麦、爱尔兰、意大利、 瑞典和英国的电讯发射塔资产业务权益 并且因为需要多国的批准 而在两年内分阶段出售 今年3月中公布的去年全年业绩之后 《长和》先在5月份出售部分意大利电讯网络设备 然后在6月份又宣布旗下3UK和Voldafone 就英国电讯业务达成合并协议 对于《长和》出售部分意大利电讯网络设备 瑞允估计《长和》从中获得24亿欧元收益 至于3UK和Voldafone的合并 瑞允认为合并有协同效应 连同上还债务 可能令集团每股资产价值提升12元 合并有待股东和监管部门批准 交易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底前完成 《长和》应有价值仍有待时间反映 投资者不妨等待 《长和》股价回到46元 初步目标先看60元的关口 第二的推介个股就是希腎14号 随着今年本地的经济和零售业 在疫情过后有所改善 希腎轻业业绩将会是规转型 与其本年度有机会收大约7.5L的股息 是吸纳的时机 希腎今年预测股息率高达7.5L 是本港主要收租股当中股息率最高 除了因为希腎向来稳定派息 亦是因为公司去年全年业绩 受到疫情拖累、绿德亏损 拖累股价回调 公司股价由2月起反复下滑 现价由年初高位已累计跌超过两成 走势跑输同业收租股 与其今年业绩改善 有意的投资者可以是趁低吸纳作长线的投资 随着疫情过去 本地收租股今年的业务预料可以改善 希腎作为铜锣湾的大地主 主要收入包括区内几大商场和写字流收入 至于本地零售市场 市场普遍看好 花旗预料本港全年零售销售 按年会上升20-25% 主要是反映内地旅客丛林 本地社交活动复苏 以及去年比数比较低的因素 以上全部都有利希腎 股价方面 希腎现价相当于今年底为止 每股资产净值折让六成二 较历史值低一个标准差 考虑展望改善和零售市道的复苏 估计股价基础和收租股同业看齐 将会有利股价 希腎股价近日仍然是积弱的 相信短期趋化劑将会在8月底公布中期业绩 当业绩扭规为盈的消息 加上稳定派息政策 预料可以提振股价 市场预期 希腎今年的盈利可以达到20亿 预料可以稳定派息